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五月二十七號的公事首語新聞 首先頭條新聞來看 食藥署昨天晚上指出 知名胃藥大廠 張國州牆衛散 裡頭的原料碳酸氫鈉 並沒有取得原料藥許可證 也沒有申請原料輸入許可 已經勒令業者預防性全面下架 桃園縣衛生局稽查人員仔細清點 要確保張國州牆衛散效期 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以前的產品 一律預防性下架 老牌胃藥張國州牆衛散 是不少人的胃痛常備用藥 市占率高達國內胃散市場七到八成 自從爆出國內藥廠使用工業用碳酸鎂碳 事件之後 食藥署就開始查氣 所有可用於食品以及藥品的非典型原料藥 碳酸氫鈉就是其中之一 而桃園縣衛生局率先啟動專案調查 五月間兩度到張國州製藥廠 這才發現張國州牆衛散的主要成分碳酸氫鈉 不但沒有取得原料藥許可證 也沒有依規定申請自用原料藥進口許可 已經違反藥室法可開罰六萬到三十萬元 而業者則是工程忘記申請了 還強調自家使用的碳酸氫鈉絕對沒有問題 而目前雖然還無法確認張國州牆衛散是否是裂藥 但是為了安全起見食藥署還是採預防性下架 產品全面回收 記者綜合報導 高雄前鎮區一家青草茶行 使用原料黃花蜜菜 有農藥殘留超過了標準 一百二十倍 因為這家青草茶行的源頭 是嘉義水上的嘉泰青草行 而嘉義縣衛生局 已經針對上有益者開罰六萬元 夏天一到天氣變熱 喝青草茶的人越來越多 可是標榜養生的青草茶 卻不見得安全 高雄市衛生局發現 前鎮區一家青草茶行 使用原料黃花蜜菜 有農藥非克力殘留6ppm 超過標準值0.05ppm 一百二十倍 另外一種原料 白鶴靈芝則殘留5種農藥 也都違規或超標 他所用的兩種的植物原料 都有減出殘留農藥多種 那另外他的農藥的殘留量 甚至在這個非克力的部分 達到超標一百二十倍 對此青草茶業者很無奈 開業已經六七年 也都很注重環境衛生 從來沒有想過 上游廠商提供的青草原料 竟然含有超標的農藥 李先生的青草茶原料 是向嘉義水上的嘉泰青草行購買 嘉義縣衛生局 已經針對這家業者 開罰六萬元 另外高雄市順陽生計的 順陽古早茶 大農種子行的菊花茶 也都殘留達滅芬等 四種農藥超標 因為商家無法說明原料來源 衛生局各依法開罰三萬元 記者綜合報導 號稱總統茶的 福壽山長春茶 供不應求 台中警方就查獲 和平區一家茶行 涉嫌在店面 以及網路上頭 販售假的福壽山長春茶 連茶罐還有包裝都仿冒 獲利至少有上千萬元 而警方目前已經查扣了 上千斤來路不明的茶葉 將會進行化驗 而茶行的負責人夫妻 也被移送法辦 警方來到台中和平區 一家茶行搜索 當場搜出大批仿冒 福壽山長春茶的茶罐 包裝盒和紙袋 也在大型冷凍櫃中 發現一千多斤 尚未分裝的茶葉 全都遭到警方查扣 福壽山農場的代表 認為他們的包裝日期 包裝日期不是他們包裝出來的 而且這個日期 農場那邊沒有授權 警方表示福壽山農場所生產的長春茶 有總統茶及國茶的封號 因為一年只收成兩期 經常供不應求 每台金價格逼近萬元 這家茶行曾在兩年前 拿到福壽山農場的授權 不過僅能包裝販售海外版 但現在卻在網路和十多間 下游茶行都能買到 涉嫌仿冒侵權 茶葉的來源也受到質疑 一百零一年的冬季開始 全部都是農場包裝完畢 才出廠的 沒有所謂的散張的茶 那你說業者說的那個茶 是屬於是比較早期的 那大概是九十六年 九十七年那時候的茶葉 招警方查契的茶行間稱 與福壽山農場有授權關係 只是期限認定有爭議 將尋法律途徑提出訴訟 警方最後將茶行書信負責人夫妻 以違反商標法 衛造文書 詐欺等罪錢以送法辦 記者邱紫培賴斯捷 台中報導 南韓昨天新增的第四起 中東呼吸症候群 也就是俗稱新SARS的病例 而這一名新增的病例 是第三起確診患者的女兒 機關署表示 這一名患者原本就在隔離 觀察的名單當中 認為發生擴大傳染的風險很低 因此台灣民眾不需過度的擔心 而機關署證實也不會提高 旅遊疫情警戒 南韓政府今天再度宣布 當地又新增一名中東呼吸道症候群 俗稱新SARS的病例 證明新增的病例是第三起確診 患者的女兒 她因為在附近病房停留 超過四個小時遭到感染 醫生表示一般認為新SARS的病毒傳染力有限 但觀察南韓目前狀況 傳染力可能比想像中來的強 比SARS更有效率 這是警訊 各界都不能掉以輕心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資料顯示 從2012年9月到今年5月24號 全球累積共1139名新SARS病例 其中431例死亡 就在第四名病例確診後 南韓媒體又報導 在發現兩名照顧參與首位新SARS患者的醫生與護士 在自家進行隔離後出現疑似新SARS的病徵 南韓疾病管理本部表示 目前這兩名疑似新SARS患者 已經被送往政府指定的隔離醫院 正在進行遺傳因子的檢驗 記者吳瑤玉玲國防特會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首先看到聯合報 美國聯準會前主席柏南克昨天訪臺 和臺灣央行總裁彭懷南會面 彭懷南向柏南克抗議 美國實施QE量化寬鬆政策 讓臺灣很煎熬 再來看到中國時報的頭條是說 南海的情勢緊張 包括了美國、中國、東協六國等11個國家 互相競爭擴充海上軍備 另外再來看到自由時報的報導 中國在昨天是公布了2015年度的國防白皮書 要擴大西太平洋的影響力 而馬總統昨天也首度發表了南海和平倡議 針對中美在南海交鋒 局勢逐漸升溫 馬總統出席事件與美國國際法學會亞太研究論壇時 特別全程以英文發表南海和平倡議 除了重申我國在南海的主權外 更希望各界擱置爭議 共同開發南海資源 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馬總統重視區域和平 高升級屋要做和平締造者 2008年剛上任時針對台海和平 以中華民國憲法為架構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基礎 推動兩岸關係 三年前釣魚台主權爭議引發東海緊張 馬總統提出東海和平倡議 主張主權在我擱置爭議 和平互惠共同開發 而這次的南海和平倡議 在東海和平倡議的基礎上 再增加全面規劃 分區開發自由航行和飛越自由 學者認為南海情勢比東海複雜很多 牽涉到越南 菲律賓 汶萊 印尼 馬來西亞 以及美中 台等八國 但最主要的是中美在南海的角力戰 馬總統這次特別提出自由航行和飛越自由 就是對中美喊話 確者肯定馬總統在這敏感時機提出南海和平倡議 對於身為南海大地主 擁有太平島跟東沙群島的臺灣來說 在南海議題上並免被邊緣化 而南海爭端下一步該怎麼解決 還得經過多方協調 記者聯繫朋友組 台北報導 民進黨公布國防政策藍皮書 第九號到第十二號報告 內容包括未來如果執政將會成立第四種軍種網軍 民進黨二十六號上午公布國防政策藍皮書 其中最受到關注的就是未來民進黨如果再度執政 國軍將會成立第四個軍種網軍 以因應敵人網路攻擊 民進黨表示不排除成立非官方組織 以吸引具有資訊專長的民間人士 參與網路防衛的任務 另外各界關注民進黨未來如果執政 會不會恢復徵兵制 民進黨表示將會改變現有募兵制的缺失 一南的四個月軍事訓練也暫不調整 將等新政府上任十個月後 再聽取各界意見決定是否調整 要如何來精進 現在馬政府倉促推動的這個募兵制 上面所面對的這個問題 讓我們的這個兵役制度能夠更加完整 執政之後的第一個QDR再做個判斷 現在沒有人知道我們參謀本部的作戰構想是什麼 你要打什麼仗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我要用多少兵 另外民進黨也表示未來如果執政 將會隨著經濟成長逐步將國防預算 提高到GDP國民生產所得 百分之三以維護國防戰力 記者張雄陳信龍台北報導 立法院三讀通過替代液實施條例修正案 新增加了產業汛除替代液 將會比較現行的研發替代液 使用在資訊等二十二大類的產業上 而內政部譯證署強調 最快明年的五六月會開始上路 初步規劃有一千名 立法院二十六號三讀通過的 產業汛除替代液修正案 服役模式比較現行的研發替代液 虛服三年一期 預計明年五月正式實施 快要服役的大專學生 聽到產業汛除替代液明年要上路 都覺得是好消息 不同於國防部進行的研發替代液 是針對碩士以上學歷 從事研究發展工作 產業汛除替代液 則是開放專科學校以上畢業一難 到民間產業從事技術工作 對於這個新制度 工商界人士都覺得樂觀其成 議政署強調產業汛除替代液 將會比照現行的研發替代液 適用在資訊電子等二十二大類產業 而產業汛除替代液的月薪 學士大約一萬九千五百元 碩士兩萬三千元 博士兩萬八千元 服役第二到第三年時 可以在核企業議定行資 議政署表示 產業汛除替代液 要企業和一難 雙方都有意願才會 媒合 初期規劃一千名 推展順利 會逐步增加名額到三千人 記者陳嘉欣 王欣忠 臺北報導 二十五號 有六架飛往美國東岸 分屬不同國際航空公司的班機 公司都接到了匿名電話恐嚇 謊稱客機上面藏有化學武器 以及炸藥 美國當局得知消息不敢輕忽 出動了F-15戰鬥機 全程護送客機 一直到安全降落 紐約甘乃迪機場 匿名恐嚇電話威脅的對象 三架班機飛往甘乃迪機場 兩架飛往紐華客機場 另外還有一架是飛往波士頓的 羅根機場 放航編號二十二清晨三點三十分 從巴黎機場起飛的班機 一切正常 六點四十五分 馬里蘭州警方接到匿名者的來電 指這架班機上常有炸藥 或是化學武器 兩架空軍F-15戰鬥機 利克升空一路護送這架客機 直到它安全降落紐約為止 客機一降落警方隨即和機長通話 之後乘客一領取他們的行李 安全人員也全面搜索了客機 沒有發現任何危險物品 當局像記者指出 這類的威脅電話經常發生 但同一天的時間之內 有如此密集數量的客機被列為目標 實屬罕見 也讓當局不敢輕忽 當天六架遭威脅的客機 有四架被徹底的進行了搜索 記者王惠文整理報導 馬來西亞官方 週一在馬太邊境 發現了一百三十九處的亂葬鋼 疑似滿有眾多來自緬甸跟孟加拉的偷渡移民 而目前已經是挖出了部分的屍骨 送交法醫來進行鑑定 馬國法警把裝在白色濕袋裡的衣孩送上車 準備交給法醫進行鑑定 馬來西亞警方週一在與泰國接壤的北部山區 發現一百三十九處亂葬鋼 並挖出其中一具遺體 由於這裡是人蛇集團經水路 把移民從緬甸帶往東南亞的必經路線 加上附近有二十幾個人蛇偷渡營地 警方懷疑這些亂葬鋼下 埋的就是人口走私的受害者 來自緬甸的羅辛亞穆斯林 這個月稍早泰國就是在離此地不遠的邊界發現亂葬鋼 進而開始打擊人蛇走私 導致人蛇氣移民於海上而不顧 引發這一波主要來自緬甸的羅辛亞難民危機 易馬泰一度將他們拒於門外 後來決定有條件接收這批難民 相關國家本週將召開會議商討對策 馬國總理則趁出訪日本之際 要求國際伸出援手 馬國總理在提出這項呼籲前 在社群網站對發現疑似非法移民亂葬鋼 深表關切並誓言將歹徒繩之以法 不過馬國常遭人權團體指控 並沒有積極杜絕人口走私 據者曾惠民報導 農業界最高榮譽十大神農獎頒獎 今年有許多三四十歲的年輕農民入選 平均年齡比往年下降許多 換上西裝筆挺 平時穿雨鞋養豬的鄭玉松 搖身一變成了型男 身上十大神農的布條 對年紀才三十二歲的他是莫大的肯定 現在家中養一萬兩千頭豬 生意蒸蒸日上 不過他曾為了轉型付出昂貴學費 因為不懂被騙 前後損失超過百萬元 但一想到爺爺力挺讓他從失敗中站起來 他感性落淚 被同業欺騙也好 但是他也是願意讓我去 用金錢去買經驗 那當然我也很感謝他 這樣子一路以來的栽培 希望轉型走出新局的 還有在宜蘭從事有機殃苗獄種的方福在 今年也才四十四歲的他 懷抱著遠大的夢想 他跟花蓮區農改廠合作 使用高溫水蒸氣來消毒種子 而不用化學藥劑 雖然利潤壓縮 但他說能看到這些有機殃苗散播在 兩千五百公頃的農田上 是他最大的安慰 今年入選十大神農場的農民 從三十二歲到八十歲都有 不過有機會是六七年級生的年輕世代 為台灣農業注入更多創新跟活力 追求轉型的契機 今天的手語新聞通 我們就來學學農民的手語 可以照字面上 比農加上民 爬子爬地的動作表示農 再加上民的手語 或者是可以比農加上男生 表示這個人 勿農的 這個人就表示農民 學完手語 休息一下 稍回來 一起來關心老人議題 一封空白的情書 一場美麗的錯夢 二分之一Q劇場情書 以新奇別緻的手法 重啟四百年前文壇才子 與青樓紅林的愛戀 優雅的昆曲 與現代裝置的奇妙交融 古今元素相映成趣 令這首情歌更加回蕩不已 公式表演聽情書 太陽高高在青空中 穿風也會微笑 溫馨五月 精選雙品八折 即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至 溫馨五月 公式特別精選了十二件 陪伴長輩最佳的節目 八折優惠 表達心意 備改溫馨 歡迎回到首宇新聞的現場 新竹市發生一起 八旬老翁放下自家鐵捲門 企圖自殺 發現老翁平時因為一個人住 雖然女兒早晚都會回老家陪爸爸 可能還是心理上感覺到孤單寂寞 才會想不開尋短 專家就呼籲 獨居老人的情緒可能容易變得比較憂鬱 就算有家人的陪伴 還是會需要實質的關心 如果年長的父母親 開始變得逐步出戶 恐怕子女就得要多加注意了 新竹市一名八十三歲 莊姓老翁二十五號早上八點 被發現壓在自家鐵捲門下 經過消防隊員搶救 趕緊將奄奄一嫌老翁送往家戶病房搶救 老翁可能長期獨居 四名兒女又各有家庭事業要照顧 雖然女兒早晚都會回家陪爸爸 可能還是心理上感覺到孤單寂寞 導致走上絕路 所以暴露出獨居老人 因為沒有子女陪伴 獨自面對空巢期 可能出現憂鬱的傾向 成為高齡化社會不得不關心的一大隱憂 內政部統計目前國內六十歲的高齡人口 多達兩百八十萬人 其中獨居老人就多達三十一點一萬人 專家表示子女在陸續成家後 老父母有的不希望給家人添麻煩 選擇一人獨居 心理卻產生優距傾向 常把自己灌在家裡脾氣變得暴躁 不會跟子女說 心理空巢期越是嚴重 如果父母開始變得逐步出戶 恐怕就得注意了 專家也建議老人家一旦出現憂鬱情況 未必會對子女說 建議和父母的朋友打好關係 藉由旁敲側擊來了解父母內心最深層的聲音 以避免遺憾發生 記者綜合報導 立法院在日前通過了長照法立法 但是攸關長照裁員的長照保險法草案 行政院週一討論之後 喬定被保險員未來如果是使用長照服務 自付額是百分之十五 而其他百分之八十五 則是由政府來負擔 不過在保費的分攤比率上 企業界和民間看法很不同 想要在月底之前來定案 可能還有極大的變數 立法院三讀通過長照法 預計最快兩年後上路 而行政院召開攸關長照裁員的 長照保險法草案審查 喬定被保人未來如果要使用長照服務 自付額是百分之十五 其他百分之八十五 由政府負擔 難關界最關心的保費費用比例 因為原先規劃雇主個人和政府分攤比例 是六比三比一 但企業界反彈希望政府幫忙負擔 變成三比三比四 兩邊一間不同 目前還沒有共識 但是政府不能把所有的這些支出 都要依賴企業來負擔 在這個費率的部分能夠做一個比較合理的 一個調整 我們的建議就是三三四 企業擔心法令勞動成本如果負擔過大 可能會使得企業轉單或萬移 希望政府考慮比重分配 人民的團體以國外經驗來看 認為政府應該多負擔一點 以日本來講 政府的角色負擔百分之五十 那民眾端 所謂的民眾端 就被保險人 跟雇主這一塊 整個含下是五十五十左右 所以這部分就要看 國家財政上對於長照的角色 應該是放在哪一個誰為重 保費比例該如何拿捏 要看政府在長照政策上的扮演角色 那一般民眾對於未來還得額外 繳交長照保費看法不一 目前行政院規劃 在月底前讓草案送進立法院審議 昨晚明年完成長保法立法 經過兩年準備在二零一九年上路 但保費這一關談不攏 要想如期施行還有一定難度 記者團訓邱富財特也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首宇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台灣昆蟲精彩一百 跟隨昆蟲專家的探索足跡 將深奧冷癖的昆蟲科學知識 融入自然生態影片中 九集的科普DVD 是您深入了解昆蟲的最佳影視節目 詳情請下公視網路商場 字幕提供